训练 买卖弹成了没有 你来得正好 帮你拿主意呢 我问你买卖弹成了没有 那新湖的兔崽子卖关子 非要白河大夫明天下午 单独去听她回话 单独去啊 那狗日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的 你看 你看 我 栅栏群众中毒 情况很紧急 急等着用药 我想再危险 我也一定要去 那姓胡的 一见着白河大夫就贼眉兮兮的 分明在打外主意 大哥 我陪她去一趟 不行的 她要是跟我一块去的话 她一定会想各种原因 阻拦我们的 这个要吗 是一定要弄到 去呢 必须是要去 我全人 白河大夫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什么叫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要不 要不你让大英子去 你去看看 你愿意不 曹根 不定 不定你跟我招了啥呀 我说没有生命危险 又不是说没有危险 大家上来嘛 你们不要吵了 我想我去 一定会见机行事的 我在想想 那我会干掉 他 你 这个 自己 你 我 要 你 谁啊 进来 老师长 小人是保密局北上站的 这是我们来马作长 叫我悄悄给您送来的 我知道了 你出去了 是 丁总 这些材料 可是胡振宇父子 继续通伙 贪赃枉法的证据 这个人为什么要给你这些材料 好像 他对党国挺中心 想跟他们合作 说 垄断市场 还倒卖军公 倒卖军需物资 卖到共产党那边 太无法无天了 这人证物证区载 牵扯的人太多 小的有 益州北顺的各种官员 还有保密局这陈战党 这大有 陆长官 刘市长 以及战局司令部的 各种官员 怎么办 你這樣 依我的名義 給國防部發佈密電 讓他們專程委員長 我看他們誰還敢暴庇 是 另外 找幾個計程 把這些內容 在報紙上給我捅出去 鄭談老 雲總 先把那些小裕小下給我抓了 殺雞給我看 特別是那個胡文彩 一定給我控制住 雲總 可是那小子一直躲在一中 他老爸的方區 咱們怎麼抓啊 明天你帶上特攻隊 跟我一塊兒去 是 你們要帶馬呢 快 帶走 是呀 我只得報券 我只得報券 走 快 好 我知道了 各位 我现在向大家展示的是 吴振宇继续他当儿子 倒卖国家军粮 混集集渠 倒卖军火的证据 白河大夫 你怎么办 累了吧 嗯 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不早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我去余大哥那儿挤一下 哎 曹根 我们不是扮演假夫妻吗 如果你出去被别人看到了 我们的身份就会被暴露的 我说你小的瞎换个啥呀 打我都换个晕了 你说庚子哥不能面对日本人吗 什么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庚子哥跟那个女大夫 啊 他俩住一屋 不能犯这错误吗 哎呀 人家小两口犯错误 关你屁事 不是 犯错误的话 回去 我看是你小的想犯错误吧 我 我 我跟人也犯错误 哎 我 我说你们哥俩有完没完呢 赶紧跟老子睡觉 快点 睡睡睡睡睡觉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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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门枣啊 大哥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不起来干啥呀 仨傻老爷们睡一个炕 不起来他赖狂了 嘎嘎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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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昨天晚上 你可百合大夫 你俩一个不 干啥了 啥干啥了 睡觉呗 不是 我就是 你不是男的吗 人家不是女的吗 你俩睡一个床 小屁孩儿 现在琢磨啥呢你 就是 嘎子你就是个小屁孩儿 你知道吗 这种问题以后你少问 来 小屁孩儿 坐 跟在 哥有事问你 坐 我是任务 昨天晚上啊 得手了没有 这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我昨天晚上在椅子上睡了一晚上 屁呗 你谁信呢 孤单瓜女人 你在椅子上睡的 没关系 你跟我说的没关系 你小子 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搞得上 你们干吗 干吗 你们干吗 干吗 干吗 说吧 说 说吧 说 我真没有 好小的你 十三 救命人 出去公当花呀 就说 你说你们欺负人咋的 就是 小小的 根子哥也不容易 是不是 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好 根子哥 谢谢你 谢谢我 好样的 中国爷们 你们 你们一个一个 说什么 不正情 你告诉我说啥呢 胡说八道 啥呀 我说你呀 你小子顺了一小肝瞪眼 你还泡脸脸掌呢你 这想给我跟泡脸扯儿关系呢 你还弄着我 嘘嘘嘘嘘 嘘嘘嘘 白河大夫小来了 别再好说了 我说 他娘都没出息 泡脸脸 去 到底一位 我不放心 要不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你把这个带上 留着风声 我不会用墙 但是 我有这个 方干是送给你的 你还留着 我会永远留着他的 我明白 我走了 人来了 你盯着啊 曹太太 您来了 里边请 胡公子等着您 来 请 胡公子都等您半天了 好 曹太太说话算话 单身赴约 小生这香有礼了 胡老板真是客气了 别叫我老板 叫小胡清净 胡老板 药呢 药 有有有 曹太太经口预言 小胡哪敢怠慢 药已经从京城战区 去运来了 那在哪儿 我想看一下 是真的 还是假的 请吧 去哪儿 这么贵重的东西 哪敢随便乱放啊 在后院 曹太太 请吧 马爷 他来了 有几个人 就一个人 一个人 是那女的 您在大窩铺 见过的那个女医生 商行外面 肯定有人接应 抓住她一个 就不怕她们逃跑 老辉 我去抓那个女人 你带着弟兄们 抓其他的同伙 是 她的ces 很快 尽量 是 我 被人留的 就知道 上班 你 他明天 是 没什么 在哪儿 一样 那 pigeon 可是我花了九牛万虎之力 才弄到的 这个人情 你怎么谢我呢 胡老板 我是买药的 您是卖药的 我们俩 谁都不欠谁的人情吧 错了 曹太太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才懒得接这笔生意呢 曹太太 你看你 美丽端庄 才貌双全 可惜呀 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胡老板 请你自重一点 曹太太 胡某对你 可谓是一见钟情 非常轻慕 如果你答应的话 这两箱药 我白送你 答应什么 大家都是过来人 这男女之事 何必明知故问呢 胡老板 又叫错了 叫小胡 你放开我 你要你跟了我 荣华富贵想不进 你要什么有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胡老板 我是来谈生意的 请你奉尊尊重一点 好 谈生意 我们就谈生意 这药 我不卖了 胡老板 你不能出尔反尔吧 我做生意 就是这样 如今这社会 孝平不孝昌 只要你想挣钱 怎么干都行 你要是跟了我的话 我知道你喜欢你那个账 只要你愿意 跟我给一年半再打 再回去也行 条件你看 你放开我 我想死你 放开我 放开我 宝贝 我想死你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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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别动手 大家都别动手 请问三位是 我们是保密局的 来抓贡匪 你们走错门了吧 这儿 哪儿去找贡匪呢 找废话 闪开 你 你放开 你老子 老子今天非诞了 你不可 别碰我 胡言 胡言 外面有着闹事 何掌柜顶不住了 你帮我看见这娘们 何掌柜 你胆子不小啊 敢阻碍保密局抓共挡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谁敢在这儿撒野啊 这位是胡公子吧 毕人马鹏 保密局北顺站行动组组长 把枪放下 马组长不在北顺安分守己 不知跑到益州来 有何贵干啊 我接到线报 有一个女共党潜入益州购药 眼下就在你们这个商行里面 胡说八道 你干脆赖我这商行 是个共党窝子算了 胡公子有所不知 这个女共党 就是投诚共军的日本军医 名字叫山口百合 我曾经见过她 马组长越说越离谱啊 我怎么会窝藏一个日本女人呢 有没有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吗 搜 发死 你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还敢抄我胡文才的假 反了你 公子 不要这样 马某也是奉上风指令 公事公办 迫不得已 秉公办事 我呸 你的上风是谁 陈战长吧 我实话告诉你 老陈就是我金星商行的股东之一 要不你打个电话 看来胡公子是明摆着不让我们搜了 要搜可以 叫你们陈战长亲自来 你打呀 我要是硬搜呢 老子就卸了你的枪 把你关到失误室去 再按你个私闯名宅的罪名 先斩后奏 不信的话 你就试试 走 走 马组长 不是要打电话吗 去去去 给我盯着点 给我盯着点 这 给我盯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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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组长 这小子太嚣张了 嗯 他爸爸是司长 他姑父是司令 你爸是谁啊 组长 陈战长真是他们 那还有假 咱们对党国忠心耿耿 这帮无归王八蛋 组长 现在怎么办 我今天还不走了 就在这儿死等了 我看这个娘们儿出不出来 我今天还不走了 看来毛老三是碰钉了呢 糟糕了 特务过来的 他们认识我 怎么办 大河汗在里边 怎么能撑个 你跟卡子他们不认识 我出去我都应该 你一个人 别说了 停歇了 没事 别说了 你到底认他不认他 他画上灰我都认识 抓紧啊 把那个赶马上的小子 抓起来 哎 那不好啊 谁是我的 是吧 好吧 走 是他 哎 是他 滚 对 快 快 大队 组长 老惠也还没动手了 让他们动吧 咱们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死守 怎么回事 又是保民军的妈妈混蛋 在外边乱抓人 行了 你去吧 奶奶 扫了老子的兴 报告公子 市长叫你赶快过去 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车在门外等着你呢 你帮我派几个人 在后院守着 千万别让那娘们儿给跑了 赶快见那几个人 把这儿看好了 赶快说 才行 你没事 あそ 快點 快點 快點跑回來 立刻 站住 抹黑人 抹黑人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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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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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误会 这样 我们是报名丢行动走的 啊 敢在易中老师都给我抓回去 哎 兄弟们兄弟们 误会 我们是保密局行动组的 正在抓捕工具的密探 老子管你干什么的 他都给我抓回去再说 误会 确实误会 确实 这些官员都抓起来了 保密局的陈站长也躲起来了 这信料的想干什么 他呀 是有政治野心 孤名钓鱼 哗众取宠 真把自己当成保清天了 演场戏 听说 他还联络了几个 有左倾思想的新闻记者 准备在报上大做舆论 唯恐天下不乱 谁知道 这件事了 知道了 陆长官已经和十几个同僚 联名上书国防部 强烈要求严惩廖高宣这种 恶意制造事端 分裂瓦解部队 破坏我党声誉的这种恶劣行径 估计国防部很快就要插手 大敌当前哪 只一旦前线部队发生动摇的话 被贡金利用 后果将不堪设想 贪污腐败 击重难返 法不治重 廖高宣一个人 蹦的不起来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今天早上廖高宣和其他几个人 突然间不知道去向 我担心他跑到一周来找你的麻烦 这个人可是敢作敢没的 我怕什么 让他找我好了 行了行了 你啊 赶紧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了 回到关内去避避风吧 好 好 山口百合 曹太太果然是共军的人 而且还是投诚的日本军医 既然胡老板已经知道了 我想我也不必再隐瞒 胡老板做的是生意 我想买家是谁并不重要 否则的话 胡老板的那些军货 又会卖给谁呢 曹太太说得对 胡某做生意从来不问客人的来路 但是今天不一样 保密局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逮你了 我呢眼下也遇到一些麻烦 不能太过张了 胡老板 你什么意思 这批药我不卖 胡老板 你 就算我卖 你们也出不了一周啊 这你不用管 我们自然有办法把它带出去 那你们被逮着了 我也脱不了干系 这批药 我们是药定了 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就是你跟了我 你跟了我 谁也奈何不了你 我们悠哉悠哉的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你觉得怎么样 至于这批药 我白送给你丈夫 如何 你干什么 胡老板 请你自重一些 曹太太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反正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来人啊 把这个共党分子给我亏起来 别动啊 谁敢动老子打死他 别动啊 别动啊 老板 情况怎么样 到现在还没动静 老子等不了了 必须要来硬来 就咱撒 啥叫就咱撒呀 十三不是在里面吗 以后这样 我范蒋景臣跟十三一起 连人丹药把他给拽了 你们俩都盯住马老三 我一起去 坐下 坐下 你身手不醒我 别去 老子旅长 他怎么来了 好 廖高轩呀 廖高轩 你总算来凑热闹的 你师父也来了 你师父也来了 汤里干啥来了 先别行动 看看再说 尤其六百区 你们不是保镖啊 是十五师的弟兄 对吗 堂堂党国的军人 吃着百姓的良想 不报效国家 内招军装 外招标符 替有钱人开担门 成何替招 瞧瞧那些嗓子大爷 没骨气的狗嘴呀 你们不配参加这时军装 丢脸 你们糟见了这时军装 想当狗腿子吗 把这身军装给我脱了 从此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想当军人的 发了这身皮 穿着这身军装你们要记得 你们是肩负着国家使命和责任的军人和战士 古文才在哪儿 这后有什么 我还要吃什么 别动啊 千万别动 他放了 把他放了 把他放了 你这 是 拜会大夫 走 回家 走 胡文财 你贪污军需物资倒卖军火 资质通贡 你该当何罪 我是被冤枉的 这是他们别有用心 他们想污蔑我们事务师 走 别走 说 什么 好 不够 证据确准 人赃俱祸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带走 这是我的药 你们都不能带走 谁药 你是什么人 李总 她就是在鲁南 救我老妻的那个日本女人 你是日本人 是 还救我的兄弟 我 这是个医生 救死扶伤 是我的天职 但是日本已经战败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廖某人 跟日本人血战了八年 我最恨日本人 廖旅长 我 没有资格向您辩解 但是我留下来 就是为了赎罪的 赎罪 你勾结胡文财 倒卖军需物资 挖我国军的墙角 这叫赎罪 廖旅长 情况不是这样的 是你们的人 使用卑鄙的手段 在栅栏投毒 导致几百人中毒 他们真等着这些药 我不能眼睁睁看得他们死去 我 两军对类你死我活 无所不用及其 谈不上卑鄙和高尚 可是廖旅长 您知道吗 几百号人中毒的里面 没有一个是军人 全是无辜的老百姓 里面有老人 孩子 父女 甚至还有孕妇 怎么回事 保密局的人不是说 把毒偷给了共军的 三十六师吧 他们把毒 偷到老百姓的水井里 混蛋 哥 咱也是震动 不是个事吧 早知道了 就不应该让百合一个人进去 你现在说这些有屁用啊 走开 走开 回来 这十五师要跟报的旅长干起来了 找事 别看了 李总 胡振允他认了 廖兄来益州 也不跟胡某人打成招呼啊 廖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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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太长了点吧 爹 他们要抓我 发罪 发回他 胡文才 倒卖军需物资 资质通共 政局确准 严重影响了我北顺防线 廖母 我今天秉公之法 王胡市长见谅 姓廖子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委员长的学生 就可以目中无人 你四十五里是王牌 我是武师也不是吃素的 我跟你说 今天要如果不放了我儿子 咱们就搞个鱼死网破 胡市长 你堂堂党国的高级将 你会有什么事情 好 这一天 当时你又能把他绝与 你不想要 什么 我需要把他绝对 他绝对 你不想要 这一天 帮他绝对 他绝对 你不想要 他绝对 他绝对 你不想要 这一天 他绝对 到时候国军不堪共军一击了 那是那是 胡某人一向提倡秉公守法 而且最反对的是贪污腐败 可是这个事情你看 师座 洛长官集电 廖兄 这是洛长官 给你我二人发来的集电 请过目 廖兄 胡某人教子无方 理当受罚 洛长官已经严令 将全子押送到长官司令部 严加追查 胡某人一定坚决执行此令 师座 洛长官请廖律长讲话 洛长官电话 洛长官 廖老弟啊 这回你的娄子可捅得太大了 连国防部都来电 对你很不满啊 责承过严肃处理 当然了 虽然你形势鲁莽 但还是出于攻心 我是不会怪罪你的 关于胡锐宇父子的问题 长官司令部 一定会调查清楚严肃处理 这些也就不用操心了 不能关顾 不用解释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老弟啊 眼下的心肤大患是共军 你和胡市长互卫一坨共同抗敌 此时可不能自乱阵脚 给了共军一课程之机啊 这也是国防部最为担忧的 我可是为你好啊 执行命令 廖兄 你有二人将如何执行 洛展官的命令啊 好吧 既然胡市长准备秉公执法 我廖某拭目以待 但是这两个共挡 我必须带走的 带走 带走 爵某拭目以待 吓阶 让 一为三颗 老坏树 沉稳在烈伤 碎雨起伏 那美空荡可有 沧桑的袖头 为何的却要用力 紧紧抓住 红旗和笑颜 离你在梦 像当年要过的热血烦恼 如今兄弟早已去极客树 沦了汗水的灵魂过不孤独 他说他不用二个寂寞 他说他只是责任肩负 回头看他一脸一转的灵魂 才能明白他走过的路 他说他早已同意模糊 牵拔老妹经负 沙河半途 他说相望着 而随着风 一生一夜 你爱不得着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